大巡寶家誰才是行家 我是丁靜怡 今天來到棚內這位來賓 真的讓我非常感動 因為他真的 那可以算是千里迢迢了 因為這位來賓 他本身是我們大巡寶家的鐵粉 可是他是 而且在最後一刻跟我們說 核對寶物 我要帶什麼回來 要帶什麼回來 真的我覺得滿感動的 也很開心 可以見到這樣一位鐵粉觀眾 待會兒好好跟他聊一聊 因為到底在美國 他整車 他說 我很好奇在美國 在加州到底怎麼掏寶 待會兒好好跟他請教一下 我們今天也為了他 特別召集我們的超強大的鑑定團 趕緊來歡迎 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曾素良 曾教授 嗨 大家好 書法社記憶書總監 廖娘 廖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台灣保持協會人育理事長 公家大學助理教授 黎鑼欣 李老師 哈囉 大家好 達克保持鑑定所資深鑑定師 賴俊明 賴老師 大家好 還要歡迎這位來自美國加州的朋友 Jack 你好 Jack大哥 大家好 我剛剛前面都沒說錯吧 沒有 沒有 都很正確 真的很開心 就是說 在這麼 最後一刻 然後可以再 趕您回來台灣這段 短短 兩個多星期的時間可以碰面 剛隔離出關 我感覺你們的團隊 怎麼講 很專業 這就是 超強大建定團 這不是取講的 很有效率 可是你看了這麼久的大選保家 今天此時此刻站在這裡 是什麼感覺 特別興奮 興奮還是緊張呢 還好啦 不緊張 也不緊張 但是我說真的 這些寶物這樣子 你幫我們打包 從這樣美國飛過來 然後也在這段 跟我們製作單位 這樣聯繫的這段時間 你自己是怎麼樣去挑 因為我知道 其實您花了一段時間 在收集 不是很長 您先說您的長齡幾年 我算業餘 我最早開始 我是對手錶有興趣 我本來喜歡收錶的手錶 然後之後就開始對一些 比較自然的東西 自然的 石頭 木頭 石頭 木頭 對 再來才是 瘦山石啊這些的 那像 像這個 田皇 事實上我不懂 是 我只有聽過田皇 沒有摸過田皇 真的 我想大部分人都是一樣 是 因為不容易買到 對 真的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就前面有講 我說我很好奇 就是說 在美國到底要怎麼買到 這些東西 您的物件都是在美國買的嗎 對 對不對 因為我在那邊住了三十九年 是 在加州就住了三十九年 那要買 上網買啊 還是到人家 就那種庭園 要搬家了 去拍賣買 對 那個也是一種 也有 對 然後該不會 Ebay Amazon這種都有啊 Amazon上面沒有 Ebay 大部分都是Ebay 拍賣 也要行價的是不是 那要不然就是SWAMI 那種週末的跳蟲市場 週末的跳蟲市場 也會有華人出來擺 還是外國人出來 華人 外國人 都有 一般華人是去賣東西比較多 這樣子 那你要找老東西的話 就是外國人 是 好 我們待會兒 來跟你聊聊這個 你的在海外的淘寶心法 我們今天一件一件來看 因為很難得 所以我希望每一件 都可以幫你做評估 好不好 來 第一件 在旁邊的發亮 看起來也還滿潤的 來 J 麻煩幫我遞一下 因為這樣 安全距離 來 這一塊 這等於算是你 收藏多久了 因為你說你有一段時間 很喜歡石頭 這一件沒有太久 應該是差不多 三四年左右 三四年 對 這上面還有雕 好像花草草 樹木 兩面都不太一樣 但材質呢 它列在eBay上面 它是列說 瘦山石 然後 那我就看這一塊 跟人家都不一樣 那我就問他了 他說他這個是一個 他們叫做 Estate Sales 就是說 這樣子啊 他專門在幫一些 過世的人處理這些遺產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去 把它整批買回來 收購 整批收購 然後他等於說 幫忙偷上網 有什麼東西 他們可以賣 他就把它賣掉 是 然後您就看上這一件 對 是 我們連 你看 對我們 兩位專家 海味歸國花角 就不一樣 兩位一起看 你看看 來 廖老師 我想請教一下 是 你有沒有特別地去看到說 他的落款是誰 有 我買了這個以後 稍微做了一些功課 是 那上面這個是 郭茂青 他的 郭茂戒 對 郭茂戒 郭茂戒 他的 藝名叫 對 那他應該是非常有名的一個 他落款的話都落石青 所以 在這一個薄藝雕上面的左上角 左上角這邊有一個 遠山的遠景圖 但是他是以石青這兩個字 把它刻印在這邊 對 因為郭茂戒先生已經走了 他是中國工藝美術 那個學校畢業的 所以他是非常有名的一個 大部分他都做田皇的雕刻 那他的薄藝雕呢 曾經有一個叫做三居幾井 是哪一個呢 三百九十公克 因為一克等於 一個黃金啦 一克田皇一克金啦 那你看喔 這一個薄藝雕呢 是有史以來田皇賣的最貴的 三百九十克賣的多少呢 是 真的 另外有一個叫做 街大歡喜 一百零七克 賣了三百九十一 三百九十一萬人民幣 所以這一個的話 算滿大的 你有沒有撐過他的重量 應該也有一百多功課喔 九十克 九十克 對 接近一百克了喔 那一克用 九點四萬人民幣來講的話 這個九十克 這個要多少啦 就要價不費這樣 就八百多萬了 所以Jack當初你買多少錢 你不要當初我多少錢 那個啊 那個是 如果是按照這個老師講的話 那我那個是 這個價格入手價算剪刀喔 我記得差不多是五百塊 五百塊美金 大概一萬五塊 一萬五台幣 一萬五千塊台幣差不多 對 初估是這樣 田皇古代就有一兩 田皇一兩斤 因為它這個田皇石 是屬於蠟石系統 那中國人喜歡用石頭刻印 是在大概是 元明時候的開始的 是 那時候刻印主要 都是文人雅士 自己喜歡刻的 不像我們現在還找人家刻 都自己刻 所以印章這種 這個歷史 跟審美標準 一開始就是 文人定的標準 怎麼樣才是美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玩石頭 你一定要懂得 什麼是文人的標準 在書法跟繪畫 這個喜好 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文人 否則你 很多人看得只是好看 是 但是你沒有深入 那一個核心 審美核心 你就看不懂 美感的差異 那田皇它材料很貴 是因為 這些田皇是在 所謂的 田皇 這個田 對 就在 田地裡面 撿到了黃石頭 是當時當地農民講的 因為這個石頭 從山上水 不斷地沖刷下來 對 沖到下面那個農田裡面 所以那個農夫 他們當地農夫在耕種的時候 偶爾會撿到這種石頭 是 但這種石頭 既然是有點像那個 新疆的那個 和田玉的 和玉 都不會很大 都是小小的 小小的 那經過了這麼幾百年的 這種撿石 對 其實已經 絕種了 很少了 非常少 所以 田皇在明朝以後 就很貴了 是 就很貴了 它的材料很貴 因為 那為什麼喜歡這種材料 因為 中國人喜歡玉圓 它不是喜歡說那種 像鑽石 珠寶 這種透亮的東西 中國人的審美是比較溫潤的 比較含蓄的 那種 朦朧的美感 那田皇也是 田皇也是這種 朦朧朧朧的趣味 所以 中國人會喜歡這種東西 是 所以田皇的條件 第一個 一定要溫潤的 還有什麼呢 帶有朦朧美感的 對 那種石頭才是對的 對 它不能太亮 糟了 這個是很亮 就像鑽石是 西方人美感下的產物 是 所以亮晶晶的 是 光亮的 光亮的 這個不是 這個一定要像玉一樣溫潤 然後它 光不能太強烈的 這種含蓄 很內斂的 那種味道才可以 這 對啊 是不是太亮了 我們聽價格就知道了 第一屆 所以我們先來評估一下 來 Jack 請 請見價 五百元 財幣 它五百美金買了 所以 所以剛剛我跟 我們聊天了 是 這件你覺得它亮亮的 還是溫潤的 是 光亮的 所以它不是田皇 但它的材質是什麼 它的材質 剛剛那個 李老師有看過了 有儀器看過 它這個東西是屬於 樹子類的 樹子類的 所以它這個是 模子去灌的 它可以灌成千成萬個 是 另外你可以看 就是你看到上面的 薄液 這什麼叫薄液 這是一個問題 薄液其實可以相同於 西方的叫做淺浮雕 對 就是在淺淺的 石頭的表面上 去刻出立體深淺 有景深的效果 其實這個東西 對於一個雕刻者來講 是很難的 因為你很淺 可是那你要讓人家 欣賞的時候知道 有前後遠近的感覺 那要需要技巧 對 當然所以你這個博弈 你仔細看這個博弈 是 它就沒有深淺的效果 為什麼 因為它是灌 模子灌的 如果是真的刻的 會有那種深淺濃淡的效果 是 是在雕刻家的安排下產生的 那很漂亮的 你會知道它的抑降 那薄液的效果就是 淺薄的那種含蓄的 典雅的趣味 就叫薄液 好 所以這個也沒有那個味道 所以你看 上了一刻 你看看 你看這個材質 透亮 對 它裡面沒有實紋 沒有實紋 都沒有實紋 所以它裡面 並不是真的實紋 好 謝謝老師 好 第一屆就受教了 請看 謝謝 給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